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是欧洲王室史上第一位亚裔王妃 也是丹麦王室自1846年以来第一个主动提出离婚的王妃 有人说她是东方戴安娜 有人说她是亚洲灰公主 更有人说同样是嫁入海外豪门的普通亚裔女性 文雅丽的传奇经历堪比邓文迪 在香港土生土长的文雅丽 来自一个多国混血家庭 她身上拥有八分之一的中国系统 虽然是混血儿 可她带着一种东方典雅的气质 配上欧式立体的五官 形成一种独特的美 文雅丽并不出生在名门望族 但她拥有与生俱来的上进心和事业心 18岁中学毕业之后 她便开始了海外求学之旅 去奥地利读大学 到日本留学攻读国际贸易专业 然后在伦敦继续进修 先天优势加上后天努力 文雅丽精通七种外语 毕业后 她在花旗银行工作 随后进入GT管理公司的市场部 不到三年就晋升为副总裁 那年文雅丽30岁 在遇到王子之前 她凭自己的努力 早已成为职场上闪闪发光的公主 也是那一年 25岁的丹麦二王子约阿希姆来到香港 在派对上遇到了比自己大五岁的文雅丽 王子高大英俊 温柔幽默 文雅丽知性干点 健谈优雅 两人一见亲心 很快就坠入了爱河 相爱五个月 王子就向她求婚了 这对闪婚的姐弟恋 瞬间就引起全城轰赌 要知道 古老的丹麦王室向来只与贵族同婚 文雅丽虽然出身平民 但她的优雅大气 让当时王子的母亲 玛格丽特女王很是欣赏 于是点头答应了这门婚事 丹麦女王亲自送了一套婚纱给文雅丽 设计简洁大方 更加振脱出她优雅的气质 在举国的祝福 和欧洲各国王室成员的见证下 她和王子在古堡里举办了一场 盛大的梦幻婚礼 文雅丽成了欧洲王室史上 第一位亚裔王妃 当时许多媒体都大肆报道这场婚礼 媒体镜头里的文雅丽 一袭白纱缓缓走过红毯 脸上总带着甜蜜笑意 与王子深情对望 丹麦 一个盛产浪漫童话的国家 从此也有了现实版的童话故事 嫁入王室后 为了更好地和民众交流 文雅丽第一件事就是学丹麦语 靠着自己学习语言的天赋 花了不到一百天 她就能用丹麦语无障碍地交流 我不仅是嫁给她个人 更是嫁给了她整个国家 文雅丽没有沉迷奢联悠贤的生活 而是花时间去学习 承担王妃的社会职责 为了丈夫 她努力去适应王室生活 为王室事务奔波 幸好 在职场摸爬滚打多年的她 适应力很强 她热衷公益 参加各种公益活动 推动关爱残障人士 关爱儿童的工作 出色地完成了所有任务 并塑造了亲民的好形象 不管是王室成员 还是丹麦百姓 都对这位聪明能干的亚裔王妃 再不绝口 婚后第四年 文雅丽 诞下小王子诺希来 也就是现在成为超模的那位帅小伙 2002年 次子菲勒克斯 二王子也出生了 两位王子都完美地继承了爸妈的优点 颜值逆天 还有迷人的大长腿 尽管忙于各类王室事务 文雅丽也没有疏忽对两位王子的教育 兄弟两人 从小就是王室里同辈的榜样 贴心董事 会照顾人 待人有礼 得体大方 所有人都以为这段童话故事就这样幸福地继续下去时 王子和文雅丽的婚姻却亮起了红灯 文雅丽曾和王子约阿西姆说过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婚姻出现了危机 我们就分手吧 与其同床异梦 不如一刀两断 给大家一个开始新生活的权利 婚后的约阿西姆 尽管有幸福美满的家庭 人沉迷赛车场 酒吧等各种娱乐场所 被民众调侃 派对王子 王妃勤勉公务 认真能干 王子享受生活 奢靡玩乐 不管是个性还是生活方式 两人的差距越来越大 2004年 文雅丽与王子分居 2005年 她正式提出离婚 不带一丝妥协和留恋 和王子结束10年的婚姻 这一年 文雅丽40岁 仍然有潇洒转身的勇气 她失去了王子 却赢得了整个丹麦的民心 虽然大家都替这段童话般的爱情感到唏嘘 但大部分人都支持文雅丽的做法 认为这是王子辜负了她 丹麦王室 虽然舍不得这位亚裔儿媳妇 但也尊重她的学弟 就算离了婚 也为她保留下殿下的头衔 丹麦女王更是册封她为 菲特列宝女伯爵 以保证文雅丽的贵族身份 在未来不会因为再婚而丢失 且每年还能获得190万克郎 约200万人民币的王室津贴 丹麦王室不仅允许她能随时看两位小王子 平时的王室聚会派对也会叫上她 离婚后 文雅丽坦言 和王子从夫妻变成了朋友 自己与其他王室成员也还相处得很好 卸下重担的她 有了更多时间去创办自己的事业 风姿卓越 自信独立的女性 身边从来不乏追求者 43岁的文雅丽又一次遇到了爱情 她再次披上白色婚纱 嫁给了小前肉摄影师马丁 前王妃再婚 依然备受丹麦人民的祝福 两位小王子给妈妈当花童 前夫约阿西姆王子也带着礼物前来祝福 但传起女性的故事总是让人意外的 文雅丽和马丁结婚八年 两人因为价值观不合分道扬镳 有人替她感到唏嘘 文雅丽却坦然道 不是所有童话故事的结局都必须圆满快乐 但没关系 生活还在继续 文雅丽是第一位与皇子离婚后 仍然享受王室伯爵封号的传奇女性 即使离开了王室 作为公众人物 她的一举一动也仍受到关注 51岁恢复自由身 孩子都纷纷长大成人 卸下王妃 妻子这些头衔后 文雅丽有了更多时间和空间去做自己的事 文雅丽为两个儿子创办慈善基金 这些年也一直在文化 教育和医疗行业上做贡献 她为非洲儿童举办的音乐会献唱 台下两位王子秒遍妈妈的谜底 不依附婚姻 不依附任何人 她一个人也可以活得很精彩 为爱结婚 为爱离婚 文雅丽每个选择都忠于内心 忠于自己 加入王室 本应该过上许多人羡慕的王室生活的文雅丽 决定离婚后只留下一句话 宁愿要自由 也不要破碎了童话 嫁给小鲜肉摄影师八年后 她二度离婚 我们在一起已经无话可说 既然这不是我追求的人生和爱情 那还不如一个人过 不过 时至今日 仍有网友还在揪着她的过去两段婚姻不放 连嫁两次都离婚告终 作为女人 她真的很失败 在世俗的眼光里 女生就应该找一份安稳的工作 然后再试婚年龄嫁人 生儿育女 做完这些才算得上过上圆满幸福的一生 正是这些对幸福定义的框架 绑架了许多女性的婚姻自由 生育自由 单身的时候有人催你结婚 结了婚就有人催你生小孩 许多人看来结婚生小孩 就是女性获得幸福的唯一途径 但有无数个过来人说过 结婚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不管是生活中的例子 还是影视中的角色和情节 每次谈到女性结婚生育的话题 身边总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不一样 一段稳定的恋爱关系是幸福 一个美满的家庭是幸福 享受一个人独处也是幸福 结婚和单身并非绝对的对立关系 更不是衡量女性价值的标准 更何况一个人无论结婚与否 生育与否 婚姻生活经营的如何 本就不应该是一件被讨论 被指点的事 生育自由 婚姻自由 从来都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啊 大家都有选择生活的权利 我们觉得哪种生活舒服 就选哪种 仅此而已 好